相信关注陆寒的人都知道 他一直说今年的愿望就是找一个女朋友来着 所以 广大迷妹们知道他选女友标准是什么吗 近日 陆寒在快乐大本营上被问到这个问题 他简单明了表示脸要小 头发要长 皮肤要白 答案一出 一旁的何炯还开玩笑的大呼肤浅 他这个标准应该很多颇有颜值的小仙女 都能有沾边的感觉啊 有你吗 不过符合条件的宝宝们还是不能高兴的太早了 因为 傻桃子的ZO标准向来有点飘忽不定 想当年他在EXO时期爆出来的标准是这样的 长头发 小嘴巴 大眼睛 后来 陆寒又说 喜欢近期的剧人中的女主米卡莎那样的女生 认为很有魅力 不知道米卡莎是何许人也 来 给你附上一张图片 大家自行体会啊 再后来 他在参加宣传重返20岁的时候 又再次爆出喜欢强势一点的女生 需要大写加粗的事 傻桃子表示不介意姐弟恋 哈哈 这可真是姐姐本的福利啊 而另外一位小鲜肉黄子涛 他的选女友标准也是real直爽 看看他之前的一个快问快答是怎么说的 对于年龄 是选择年上的还是年下的 他说的是年上 所以 这又是一个喜欢姐姐型的 划重点啊 然后关于身高 黄子涛表示要160厘米的 这要有刘海的还是大光明 大光明 其实这些问题度还是挺常规的 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比较有意思我 当被问到是喜欢大修还是平修的女生时 一向粉质感说的黄子涛瞬间就羞涩了 笑称 有就行 这一点 应该所有女生都不合吧 然后是杨阳这个气质干净 唇红齿白的美男子 因为他看起来稍显正气的外表 会有人觉得他的择偶标准会是非常强硬 难以达到的高要求吗 但事实是 他只要不高也不矮 裸装 高颜值 高学历 萌妹 短发就好 另外最酥的一点是 对于自己的另一半 杨阳走的是霸道总裁路线 直言 如果我爱他 应该会把他宠上天 所以看完这些 是不是有一大拨妹子 正在敢去剪头发的路上啊